黄紫娇涉嫌右拍女性裸照性骚扰受害者之一向近新闻公开私讯对话 事件爆发后7月13她主动传讯息给黄紫娇 说当时的互动拍摄造成长期阴影 十年过去却不曾看过自己的照片 希望黄紫娇删除档案并道歉 但等到晚间得到的是粉砖小编代为回复 替黄紫娇挂保证过去绝对没有私下外流 档案在十多年前全数销毁 但这道歉当事人无法接受 直到深夜才终于等到黄紫娇亲口致歉 当年我拍这些作品拍完之后 其实内心也有很多的不安 当然我知道比不上你的不愉快 绝对绝对的保证 现在这些档案是不存在这个世界上的 这个月我也强到了报应 我失去了所有的舞台 但是我很希望你给我 机会 他因党有说了我的名字 我觉得就是好 这个因党就是专门给我的道歉 去我接受 但是隔一周 黄紫娇首都在脸书发了两万字长文 跟社会大众道歉 只是看在受害人眼中却毫无诚意 你的形象你想要怎么保护 这是你的事情 可是你发了一个很长的文 可是这情商跟受害者没有关系 你一直跟社会大众道歉 可是你没有解决受害者的心理 受害者直言黄紫娇发文 看来就是想替付出荧光目前是水温 但对当事人造成的伤害和阴影 可不是发文就能轻易抹出 这一新闻许传于家伟采访报道